我本来对这个城市期望很高的 说实话 但是现在觉得有点小失望 虽然它很好 很现代化 但是我还是对它的这个人文环境 感受到有点失望 就是明明班牙洛尔是一个很开放 很自由的一个城市 但是约束性却最强 而北边的印度呢 明明是很保守 很封闭的一个地方 但是却自由度最高 我有点不太理解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好 后面就是班牙洛尔的园区 其实我刚才录了很多东西 但是遇到一个保安说没有允许 不允许在这个地方拍摄 我说你不允许在街上拍摄 还是不允许在这个地区拍摄 他说都不允许 就是一定要连我走 我就想拍摆 展示一下印度高大上的部分 他也不让我拍没办法 这点蛮让我生气的 你一个这个地方 我又不进入到你公司里面去拍 我就拍摆你街上这些花花草草 你至于吧 他需要一个准许才可以 好 现在这边是拿手机 然后稍微拍一拍 现在保安简直是疯了 盯着你像盯犯人一样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这个区吧 本来还要好好拍一下的 他们这人的脑回路 我真有点理解不了 你就说这么漂亮的地方 你不让我拍 然后平民库我随便拍 然后你这意思就是说 我展示给世界的 就都是你这破破烂烂的样子 然后你们打算扮猪吃老虎 是这意思吗 看我后面这小别墅多漂亮 就在这个IT硅谷的中心 有这么一小房子 我猜它不拍 主要是因为 要保护富人的隐私吧 这个真的是 富人的隐私是隐私 穷人的隐私又不是隐私了 是吧 这边IT公司牛不牛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边安保系统很牛 到处充满了那种 我跟你说 有三类人 一个是看门人 一个是巡捷保安 还有是司机 他们任何一个人群 只要看到你拿出手机拍 一定会让你刷刷视频 真的是 太严格了 安保系统太严格了 你们不愿意看到我 但是没办法 我要不selfie的话 他们是不会让我拍的 这个走着一路 拍的太惊心动魄了 你还要躲着他们 还要很悄悄的拍 所有拍的角度都很奇怪 其实这边工作环境 真的蛮好的 对比印度整个国家 绿草如荫的 OK我出来了 可以看到我这边街道 又变成了混乱的样子 然后我又拿起麦克风了 就说明我出来了 我可以在一个 自由的环境下拍摄了 今天的这次拍摄 让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特别不理解 就是我之前在北边印度拍摄 你知道北边印度 其实人是很保守 宗教很浓厚的 但是你拍摄的时候 却感受到那种很自由 无论你拍什么 人们都会给你大大的 微笑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南方的话 像班加罗尔这种城市 人们的学历建设都很高 然后思想很开放 但是确实最严苛的 到这边拍点什么东西 宝安都不容许你拍 总之吧 就今天这个拍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得爽 我拍下来非常累 因为我一直在夺宝安 角度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调整 就只能就是说 有什么角度 就拍什么角度 我不想让宝安抓到我拍摄 然后让我删影片 这样的话我就白来了 这地方就是与刚才我趴的 印度的硅谷 一阶之隔的地方 天呐阳沉了 疯了简直 还是那句话 那好看的地方 它不让我拍 这地方随便拍 印度到底想咋的 你这国家能不能 找个好的方式 宣传一下你自己 很多人说我是硬吹 你看我都吹了啥 你看我把印度都吹阳沉了 来 我现在又来到了第二处 它的IT圆区啊 我现在又来到了第二处 希望这处管理的没有刚才那处那么严啊 不让我拍又怎么样子的 我真的是服了啊 它这边就是不允许拍照 这个地方也不允许 看来所有的班加罗尔的工业园区 就是IT公司附近都不允许拍 不拍不拍 我不拍就走吧 我主要是为了我身后这个建筑来的 看到了吗 就身后的这个建筑 这个是每次说到班加罗尔都会说到的一个建筑 特别漂亮 就是相当于班加罗尔这个城市的名片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筑 我刚刚去的话 它是Oracle 就是Oracle公司的总部 我跟你们说 找这个建筑 我从昨天在果华就开始找 然后在机场也在找 昨天晚上在酒店也在找 一直在今天中午吃饭时候还在找 我中午在最后的时候才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巴克美 它也是一个IT的一个中心 它这个城市其实分布很多IT的工作区域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 它不是知名的一个IT区域 但它就是这个建筑特别有名 所以说我就一定想拍一下 这个建筑很像老苏联建筑的方式 就是有点像超现实主义风格 后现代主义结构的这种东西 这个建筑真的挺漂亮的 但是我不得不吐槽说 你说它门前好好一片湖 不好好去弄 然后上了一个这个铁架子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然后下面也不好好弄 像那种臭水沟一样全是味道 然后你看这个杂草长的 我的天哪你好好弄一下 这地方应该很漂亮 应该算是一个城市公园啊 很痛惜 你看这个树多漂亮 这个树冠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拦上 我真的是服了它们了 好吧 你们自己国家 反正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说这个树冠 什么温暴 韩岩